来 音乐 起 这个样子看似古典芭蕾的感觉 好的 什么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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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这就是 郭富城先生 您先说两句 跳了16年了吗 跳了20年 出国16年 为什么终于要回到中国来 其实是有原因的 我已经三年没有回到中国了 自从母亲去世之后 我就再也不敢回到中国了 不好意思 有那种感觉就是 我的亲人去世之后 没有了家的味道 但是 所以我沉寂了三年 我迷茫过 颓废过 但是后来 我不敢 我觉得我母亲 那么辛苦地培养了我 我不能把自己给糟蹋了 所以我三年之后 我又回到来 来舞台 舞蹈的控制 舞台的把握 厉害 其实我觉得 你刚刚那个小丑的动作 我觉得有些时候 不是 就是不要有动作 这样子 走 够 其实我觉得有一种连贯 你可以拉在这边跳 继续跳下去 继续跳下去 而不是一个动作就走了 还去表现那种风格 表情都没问题 但是身体要动作 那只会很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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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票 郭富贤先生 亮手前往香港的 专属训练营机票 很专业的问题 就是说编舞上面 如何把一个动机 发展成一种方式 到最后把这种方式 形成自己的一种风格 郭富贤的导师 还是非常的专业 产青老师 我可以请教一下 为什么看完他的舞蹈表情 挺凝重的 我就是在想 今天的这位舞者 他在做一个尝试 你在做一个尝试很明显的 就是有一点像滑稽 或者是讨巧的这种东西 去吸引你 我就有一点难过 你就是为芭蕾的现状 和他们的努力方式 对 因为他是高雅的 他高雅的 毕竟是取高和寡的 在国外看芭蕾舞的人 也有人睡觉 也觉得无聊 因为他们看不懂 但是我觉得 我想给大家带来一种 不一样的芭蕾舞 不是只是摆pose 芭蕾舞 它可以以各种幽默的形式 来表现它的故事 并不只有技术 你在芭蕾舞团 如果跳古典剧目的话 你是跳小丑的 对 你跳不了王子的 对 前两天我们看到那个 一个中巴的首席男演员 盛世东是吧 是 是 他一看一站的就是王子 那个王子形象比你好 但你的心态 已经在成长了 你的技术不比任何人差 所以刚才那段舞蹈 很具有说服力 very convincing 这票一点悬念没有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你 这个艺术太好了 要让它传播 我需要大家来支持 真的是要传播 要关注 所以我刚刚脑子在转这个上 不好意思 但是不妨碍 给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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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请你反选 香港 上海和北京 你要选择加入哪一座城市的舞蹈训练 我小时候看过金星老师演出 所以我会选择金星老师 好 恭喜余辉加入上海舞蹈训练 我们这一位余辉 在今天的舞台上 她融入了自己挥蟹的表演 发展自己的需要 好